各位大家好 今天神父選擇慶祝聖Blaze 巴拉斯 在香港可能不太多認識聖人 但是在外地 很多地方今天都會特別慶祝聖人 因為在2月2日昨天 慶祝聖主節的時候 祝福了很多蠟燭 今天2月3日 聖Blaze是很出名的一個殉道者 在歐洲特別是喉嚨病 當時這個季節 在冬天尾轉變的時間 很多人都會患感冒 以及咳嗽 這方面喉嚨的病 話說當年巴拉斯被逮捕之後 途中醫好了好幾個人的病 其中一個就是有個女孩 就是啃了骨 她就這樣路過 做了一個祈禱 她就沒事了 這個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有關這件事 在這個逮捕的過程 醫好了幾個人 所以不單止今天 為一個習俗就是用兩支蠟燭放在喉嚨裡 祈求 藉著這個主教和殉道者聖巴拉斯 願主治愈你喉嚨的一切疾病 咽嚨一切疾病的傳遇 以及所有其他疾病的傳遇 巴拉斯 如果沒有記錯 不知道是下顎還是喉嚨 是沒有腐朽 以及她的右手也沒有腐朽 現在在卡羅地亞的 這個很出名的城市 甚至是在Dubrofnik裏面保存著 今天還可以去這個古城裏面 這個聖巴拉斯的聖堂裏面 見到 今天的福音所記載 是馬易谷說這個克洛德 怎樣斬殺了約翰使者的事跡 約翰使者他是說出真話 因為這個克洛德 在他的兄弟 所以菲利伯兩個都是分封喉 菲利伯是在北一點的 很出名的 Kaiseria Philippi 去到Golan Heights 和敘利亞之間的地方 他是在那裡的地方 圍這個分封喉的菲利伯 不知道什麼原因 菲利伯的太太被克洛德娶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漏洞 一個醜聞 兩兄弟又好像是你情我願 克洛德娶是想跟著自己的伯伯 還是叔叔 這樣轉嫁了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當然這個在當時的社會 這個羅馬人社會 其實都很多這些亂倫 這些這些濫交的東西 都幾普遍 這些是高層社會 很多時候這些事情 Anyway 因為跟克洛德的權勢會高一些 這個女人就轉嫌了過去 克洛德娶好像兩個都覺得沒問題 所以約翰就說這個犯奸任 那是很清晰的 有時候我們今天那些關係都很亂 就覺得耶穌沒有說 我這樣搞了之後 我沒有殺人放火 大家你情我願 那就行了 但不是的 耶穌那時候也指明這個是有問題的 約翰洗子也說到明是有問題的 今天那些人覺得沒有問題 並不是代表天主前沒有問題 所以約翰為著克洛德的永生的擔憂 就跟他說 真話你不要這樣做 你這樣做會落地獄的 而且你作為首領這樣做 國家所有的人就會跟著 就覺得上面都是這樣做 下面都沒有問題 這個又是影響了世道的倫理 今天我們都看到 個個個都是這樣做 那我們就做什麼問題 那為什麼今天這些男女關係 好像很開放呢 但實質上是無道德之言 今天說時代變了 不是時代變了 是錯誤泛男 不是好了 是我們對罪麻木了 當中你看到很大的問題 克洛德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內心深處是知道還有對錯真假善惡的 所以為什麼他又要抓人又要保護人呢 就是他內在知道不殺這個聖者 但是愛在那時候他太過沒有腰骨 太太說不喜歡他就要抓住他 不可以說話 不可以說話就要囚禁他 囚禁他 但又不能殺他 在馬道福音甚至說他會經常聽他講道 而講道令他不安 但是他又很嚮往 又要聽又不明白 又要抓人又不殺人 很矛盾 結果怎樣殺人呢 為了什麼呢 為了一個女孩的舞蹈 為了面子 很賤的 一架 落一條人的命 為了一些完全沒有價值的東西 不道義的東西 不公義的東西 沒有任何實質的東西 為了真正面子 而知一個人於死地 還要在他心裏面知道 是好的人 曾經保護他的人 這個照鏡 照鏡給我們自己 就是 我們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我們有多少時候 當信仰 當真理不方便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會因著一些沒有價值的東西 因著一些我們很乾薄的藉口 是沒有人這樣做的 照鏡現在是這樣的了 我不讓人知道我是和人不同的 我怕別人會怎樣看我 那我們就 將天主的真理 誅殺 我們出賣天主 我們致死了心裏面 正義真理的聲音 埋沒了良心 所以你做一下做一下 就沒有了那個女的聲音 我看到克洛德他怎樣轉變 他這一刻還會向往可能有真的好的東西 下一刻他怎樣 嘲弄耶穌 在路加福音 耶穌被提堂去彼拉多的時候 有一幕就是因為知道他是加利利亞人 將他送去克洛德那裡 克洛德拿去此笑玩弄 所以他沒有說心裏面覺得這個可能是聖者好人 然後再下一刻 早期教會怎樣 他是殺了第一個中途的殉徒者 這個大雅各伯 是這個克洛德殺的 然後還覺得很過癮 一個原本還有少少空間的人 變成了邪念的人 喜歡無意殺人的人 然後他看到殺一個很好玩 殺一個最大的 就是他拘捕了白多禄 囚禁了他 但是天使在他問斬之前 放了他出來 我們敢不敢有自己走這條路呢 甚至我們有時候很大條道理 去做一些事情 有時候都要反省 今天的第一篇讀經裡面 講不完很多事情 這個很短的一篇讀經 在希伯流行書裡面 講了很多的事情 第一句就強調 彼此兄弟姊妹之間 團體裡面之間 特別是同屬基督徒之間 愛的首要 我們有很多理由去爭行人 很多理由去和別人翻桌 但是愛必須先行線 愛不是說縱容 不是說什麼都同意 愛是我做的、說的 是否剃造了解 以及引導對別人最終的幫助到他走向天主 你適合是沒有用的 你最公正、嚴明、想佛分明 是沒有用的 如果幫不了人 你說的全部都是真話 是沒有用的 如果幫不了人 如果說的方法是離間人 說的方法只是令人傷痛 是沒有用的 款待 提及款待 提及不要忘記了被囚禁的 有需要的 不要忘記了曾經幫過你的人 我們很容易 一有不喜歡的東西 只是看到別人的不好 忘記了 忘記了對方的好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很容易 眼前的不利 就去靈性上、思想上、言語上 將對方殺戮 你說耶穌是永遠不變的 對不愛、不款待 不同行、不擁抱、不關懷 接著希伯樂人書 再特別提及淫亂、通姦、濫交 方便的問題 今天是水過阿輩 但他說這些都是不悦天主的 不是因為天主專權 而是天主不悦的人 是因為他在殺戮我們的靈位 在傷害、扭曲我們 他說耶穌是不變的 不會說 耶穌說昨天、今天 永遠 他的教導在這些方面 都是不變的 不會說今天 聖經過時的 我們需要檢討 是否因為人人這樣做 所以我跟著 還是 我是在跟著真實的生命 的賜語 的教導呢 所以今天我們也要祈求 拜託祂уют 警醒我们 清醒我们 给我们一个谦信 跟着耶稣这个慈悲的心 救灵的心 尋求真是帮到人的表露 尤其是我们要表露 一些不容易接受的说话的时候 我不是真的能帮到人 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说好 用祈祷 用牺牲去做好过 祈求天主亦给我们一个牺牲的精神 学习一项洗者 祈求天主帮助我们不要在任何方面做了克诺德 很容易就放弃 很容易就被同化 若有放弃不信同化之处 天主求你照你的光在那里 让我们能够懒悔 认罪 假认告解 和不要再犯 和不要再犯 我希望你能够练习 你能够帮